早前雲島宋苑的社署副署長林家泰今天離世 林家泰今月20日被發現在灣仔湖中大廈辦公室雲島宋苑治理 之後病情惡化 據了解他因為腦中風持續留醫到今早不治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感到震驚和哀痛 說自己出任社署署長期間 曾經和林家泰共同處理一位長者的求助 過去十幾年他都一直貴族關懷長者的棄居生活 直至對方百年歸老 形容他是公務員的典範 離世是政府的損失 林鄭月娥向林家泰的家人致以罪深潮為民